在二十一世纪里的前十年里 我们一直以来所认识的世界已经面目全非了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雷曼兄弟 美离宁航 AI剧等更多的百年大业 瞬间一夜成空 导致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危机 次贷危机后 紧接着的就是2010至2012的欧债危机 冰岛 希腊 爱尔兰 等欧洲国家 面临了庞大的国债危机 全球经济陷入了恐慌时代 人民币汇率升值陷阱 国际的金融危机 加上当今的货币战争 也对中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自2006年以来 人民币汇率由1美元兑换8.6人民币 持续升值到目前的1美元兑换6.4人民币 平均每年升值近6% 人民币每升值1% 中国的国际资产自动减少1600亿美金 人民币的升值导致中国人的三大痛苦 一居高不下的中国高房价 二股市从2000点到6000点又暴跌到2000点的巨大金融泡沫 三市场限里居高不下 并且还在上升的消费物价 是谁主宰着全球的金融兴衰 是谁制定了这场残酷的游戏规则 又是谁会在这场战争中不仅保全自己 而且赚得满脱凯旋能归 国际金融大鳄布局中国市场 2011年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 携进90亿美元铸杀香港 狂赌人民币升值套利 若人民币升值10% 则它的90亿美金进入中国后 立即可以轻松赚取60亿人民币 著名的股神巴菲特 为了保持手上的美元资产 自2002年开始也进入外汇市场 做空美元 至今累积获利200亿美元 此次金融危机是百年以来 世界经济史上所遭遇的 最严重最深刻的一次危机 此次全球危机绝不可能再短短一两年复苏 危机将一波接一波 持续5至10年以上 这样的时刻正是获得丰厚利润的最佳时机 18世纪的英国贵族成员 罗斯财尔的男爵有居名言 最佳的买进时机是街头到处血流成河的时候 所以您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不稳定性虽然会引发动荡 但是其中也孕育着大量的机会 在这次巨大危机中 由一间公司找到了无限的商机 那就是马胜金融集团 马胜金融集团成立于纽西兰 马胜是一家私营的交易及定量研究公司 近几年打入亚洲市场 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作为特许经纪商 我们获得授权开展各类金融交易 以及代表客户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 包括外汇 期货 远期合约 差价合约等其他衍生品 公司由一个多样化的团队共同成立 团队成员包括交易商 银行家及统计学家 他们因为共同的目标 而紧密团集在一起 为自营交易公司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也为交易商扩大事业 提供了有利的工具和绝佳的机会 明智的决定 在不稳定中的金融市场处处是危机 马胜从中做了明智的决定 选择了最佳的金融投资产品 就是外汇市场 在外汇市场中 每天有超过4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交易 毫无疑问 外汇市场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 它由大约4500家国际银行 及零售券商组成 每日24小时不间断交易 且在过去几年里得到了惊人的发展 其中贸易结算总量 不到每天外汇交易总量的2% 98%以上的货币交易 都是炒卖国际汇总套利的热钱 投资者购买或卖出不同的货币 是为了在相对价值波动时赚取利润 由于外汇交易 能让投资者快速进行交易 买卖差价低 并充分利用杠杆原理 因此深受投资者喜爱 而从中受贿的不仅仅是人类 在自动化交易中 系统能够实时进行交易和监控 并且在毫秒内决定交易方针 并以快、狠、准的交易方式 执行交易指令 在极度流动和动荡的货币市场 自动化交易不失为一个交易良色 新的时代需要全新的交易方式 马胜也因此掌握了一流的交易技术 Maxim Trade Executor 是我公司的自营算法交易技术 也是马胜在过去几年里 不断地努力研究的成果 在大量进行实践、修正和强化的同时 马胜也密切监测该系统的表现 以获得最佳的交易效率 这个系统经过了超过两年的 十盘交易考验 完美地结合了手动和智能两种交易方式 它能将客户的交易技能输入交易系统 让客户在做交易决定时 享有充分的灵活性 受到广大客户的好评 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马胜作为特选经纪商 通过了全球最受欢迎的MT4交易平台 代表客户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 客户可在电脑安装MT4平台 或者使用马胜的手机移动客户端 便可直接进入国际金融市场 同时马胜集团具有史无前例 不可复制的市场策略 资本的扩大 通过代表客户在交易平台上 执行此类交易 我们能获得固定的佣金和一部分买卖差价 以资源共享为根本 马胜会根据客户的资本进行投入 最大金额是1比1 这也意味着你可以有多达两倍的原始资本 为你运作 创造更大的价值 马胜欲打造一个知名度最高的品牌机构 让投资者能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中的潜在机遇 在马胜 资金不再是瓶颈问题 富人也能帮助稍不富裕的人 只有洞悉市场卖搏 放眼未来 才能抓住今天的机遇 马胜 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明天的挑战 欢迎加入我们 携手共创财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